醉倒在地 躺在呕吐霧中 叫都叫不醒 怎麼會喝到這麼醉 其實這名東華大學學生 是遭到學長姐強行灌酒 冠絕手 有一點太超過 東華大學四名學長姐 只因為不滿學弟 沒有說學長好 18號凌晨12點 竟然叫十多名學弟 到籃球場冒雨 炫化罰站一小時還不夠 點名五名學弟 到學生餐廳灌酒 桌上擺了多瓶威士忌 福特加強迫五人引進 隨後又有十多名大肆學長為官 有人拔瘋 有人則威嚇 不喝就扁 要K才會乖 五個人被迫喝到三點 一名蔡信學姐突然指著 曾與他爭吵的林姓學弟說 你留下來要再教育 單獨留下的學弟 被學長架著雙倍捏嘴 再灌到凌晨四點才放人 林姓學弟一進房 倒地狂吐了滿地 膽子都吐了出來昏睡整天 懲處的部分很抱歉 因為目前這個我們現在還沒有 剛剛我講到的 我們會召開一個叫做 防治校園霸凌的 這一個貧困小組 那我們才會決定 他到底到哪一種程度 其實強迫喝酒 恐怕會出人命 之前桃園才有主管 因為尾牙被銅訊夢灌酒 最後死亡的悲劇 這已經觸犯了刑法強制罪 最終可以處以三年徒刑 死亡更涉及過失致死 最終可以處以兩年徒刑 受害學弟則是痛批學長姐說 我們也是人生父母一樣 這樣太過分了 消防表示 學長姐已經既過處分 其他起控學生 調查後會再行懲處 記者廖維林 陳維鈞 花蓮採訪報導